不孝子現身 禮藏出動追擊手 讓我們保持在無疑的很慘的時刻 鼻子是不孝 連鐵娘子媽媽最後一面都沒有見的她 昨天終於現身 還為英女王會親身出席媽媽的喪禮智者 相信媽媽會覺得光榮和感動 對鐵娘子念念不忘的還有她 80多歲的鄭仰萍 是當年唯一參與中英談判整個過程的港人 特別是莎卓夫人在北京談判的時候 她都做過翻譯她對她印象很深 鄭仰萍現在在內地南昌一間醫院 因為曾經腦出血令到說話都有困難 但是知道戴卓爾夫人離世的那一刻 她都有點頭表示怨色 同樣做過翻譯的太太都很崇拜這位鐵娘子 她的果斷她的勇敢堅決 都不是一般政治家所有的氣迫 在你心裡我非常欣佩她 英國將會在下星期三為鐵娘子舉行禮葬 外電報道 喪禮早在四年前開始籌備 到時將會有數以千屆士兵沿途戒備 避免不愛分離主義分子 極左組織和伊斯蘭激進分子搞事 還會出動特種部隊和追擊手 喪禮估計要花1億1900萬港元 單是保安就佔一半 共aji 十五年 活動 一千屆